明偶風雲會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陶傑 白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回來 風雲谷的聲音版 白偉聰 今天有什麼話題 有什麼概念 這個話題我想說了很久 難得今天我們可以特別加一個聲音版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日前我看到《信報》的即時新聞很有趣 民建聯創黨主席 立法會前主席曾玉成接受香港01專訪 他提出一些很獨特的見解 因為日前你也知道新任特首李家超會增加一些政府的職位 特別是有關於副司長 曾玉成說了一番說話 最初那些門面說話就是新政府會面對很多挑戰 但是其中一點很特別 他說現在政府由3C13局增加到3C15局 以及新增三個副司長職位 但是他說有管理常識的都應該知道增設副司長未必有助管治 這篇新聞在5月27日在《信報》刊登出來的 陶先生有管理常識的意思是如果現在的人 這個特首增加副司長的職位 即是沒有管理常識? 難道是缺乏常識 這些指責是相當坦率的 確實是的 因為曾前主席一直在愛國愛港的組織服務了幾十年 他一定會聽過就算是中共幾十年 都反覆說過叫精簡機構 政治局常委在江澤民時代有九個 後來都變回七個 趙紫陽做總理的時候 都提出過叫精簡機構 因為官僚機器最記者是駕藏蝶屋 還有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想李家超如果現在他自己 司局長那些正式的人都沒有齊 你就已經說要增加副司長 聽在北京中央主人的眼中 是有一點點銀儀的 為什麼銀儀呢? 當你林鄭月娥說不再連任下一任特首 然後馬上李家超出來競選的時候 是不是李家超本來做了一個政務司司長 那個位置是不是空了出來? 是不是? 不會再找人去補回 空了出來 林鄭那時候就很想提名 人交上去給這個中方 那誰知道呢 中方在北京那裡說不需要了 政務司司長呢 是不需要逮捕 就這樣呢 五、六月就踩進去了 就是現在的特區政府呢 是呈現一個沒有政務司司長的狀態 是沒有的 那為什麼中國是拒絕這個林鄭 是逮捕政務司司長呢? 除了不信任他 你都快要走了 我解僱你了 你還遞什麼名字呢? 另一個原因呢 就是 在中方眼中呢 你現在這個特區政府 整個架構班子 是有政務司司長 跟沒有政務司司長 在中方眼中都沒有分別 你知道嗎? 這個是一種態度來的 這個態度就是表示 他對你整個特區管治 這些這樣的團隊 什麼25年呢 他都覺得受救啊 Fat up 以前沒有試過的嘛 對不對? 你一退個位出來 這個政務司司長一突一阻 退個位出來說選 趕快可以逮捕的嘛 頂都頂住 那三兩個月 今天現在是不需要 不需要就是 這些這樣的位 是雞辣 可有可無 食之無味 棄之不可惜 那這個形勢 風頭火勢 你還要向上面說 要增加副市長 不是吧 就是會不會有些不生性呢? 就是廣東話說 叫做不臭米氣 是吧 是吧 你知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覺得 在有關於這個香港01的專訪的時候 我們可能要加上另外一條有關於曾鈺成的言論 一起去看的 因為他貴為民建聯的創黨主席 其實開了位對於民建聯是有好處的嘛 你退了兩個三個副市長 可能你空了三個局長 這三個局長位呢 民建聯有機會分享這個職位的 但是他竟然呢 都說稍有常識呢 都知道是沒有作用 所以當時呢 香港01問他的時候呢 喂 民建聯一直有成員加入政府 表示啊 曾鈺成啊 他說受制度所限 無論啊 多少人呢 都加入他都不能夠分享執政權利 所以曾鈺成指出呢 雖然呢 就是 他說呢 他自己呢 雖然是加入了政府之後 就是做了立法會主席呢 有時候避免偏幫呢 都跟黨友保持一段距離 那麼他又說不評論個別人選啦 就是例如什麼 郭佩帆啊 那些究竟會不會做局長 但是我奇怪是 既然如果民建聯都是以執政 或者是用加入政府為目的的呢 為什麼他講一個這樣的言論 講自己那些黨友的迷路呢 我不是很明白 那麼你要問過他才知道啦 是吧 那麼趙介紹曾鈺主席呢 他是民建聯創始人 那麼二十年來都慶志勃勃參與直選 參與黨務和提攜後進 那例如當年這個叫李慧琼出來競選呢 都是我們看到那些海報啊 是由曾鈺成呢 是幫他站台拉票 是隆重推薦 那如果這十年八載 是一切順利呢 如果現在李家超是政務司司長開過副啊 那是不是呢 如果我是曾鈺成 有 有事瓦胎 不如推李慧琼出來做副司長 那就不行了 是不是 正老啊 人又長得漂亮了 又是女人了 婦女能頂半邊天了 而且政務司司長加上副司長如果又是民建聯主席 那是不是下一步民建聯主席就可以做政務司司長 就有位上整條天梯是搭出來的對不對 曾慶成連李慧琼的名字也懶得放上去 這個非常耐人尋味 我只能夠覺得曾前主席是非常大公無私 他心知肚明他不會將香港來交非 他連自己的民建聯這麼多年都不交過張國軍 又或者叫做李慧琼那些名字上去 他自己心知肚明 而且也告訴李家超 你開副司長是沒有常識的 OK 是吧 還有他說過 最重要是找到有質素的人組成管治團隊 那就是說他對於早班找得到有質素的人組成員是非常不樂觀 整個picture 是吧 是啊 因為他詳細解釋了 他除了說有管理常識都不應該地覺得是可以增加效率 或者增加一些高層職位就可以改善那個問題 他說最關鍵的因素是體制本身的問題 是的 驅使政府運作暢順 還有領袖的水平是能不能夠成立一支高質素的團隊 就是說這個特首究竟能不能夠埋到一幫有能力的局長 或者司長去幫他一起去施政 所以其實曾主席都幾坦蕩蕩直接 今次這個批評 非常光明磊落 事窮卻賤賤 你看得出現在哪些人是可以在大原則說真話 他說體制所限 現在我就想問一個問題 你現在已經改善了立法會選舉制度 是不是 你又清除了所有反中亂港分子 是不是 全部就拉了進去 剛剛連曾經出來 割續過特首的何俊仁 是不是 都被你拉進去那個監獄那裡不准保釋 是不是 香港特區政府今天立法了國安法之後 再加上這個立法會改善選舉制度 是不是應該整個體制是應該更加好和更加合理呢 那為什麼曾慾成說體制是有問題呢 是不是 是不合理呢 真是內人尋味 老夫子漫話 不是不是 所以香港01的記者應該問嘛 握著我剛才那東西 不是啊 曾主席 如果你現在說我們的背景是 《蘋果日報》天天出版 有港獨人士這麼多在那裡 然後有這麼多人 好像你做立法會那時候也知道 宣誓的時候不清不楚 歪歪斜斜 那你就說體制不合理而已 現在已經全部清光了 乾乾淨淨的體制不知多合理 那為什麼你說現在的體制所限呢 那體制有什麼限制呢 是不是 是嗎 是不是 所以連曾慾成都這麼說 那你說李家超怎麼埋班呢 你說 曾主席說話實在是要學他 他說我覺得他真是好東西 他就說李家超就沒有魔術棒 不可以一下子解決所有問題 但是他接著就說現在的政治條件 是對於集中處理深層次貿困是十分之有利的 那就是說 好像正如你所說 其實現在是一片向好的形勢 無論立法會或者香港的社會的層面 全部是安定和繁榮 那照計李家超就沒有excuses 就是沒有借口 解決不了深層次矛盾 哇 我覺得曾主席設了這個slooker給李家超 送他一程嗎 現在就是了 什麼叫做現在當下的深層次矛盾 這個深層次矛盾是前中國總理溫家寶那時候提出的 那時候的深層次矛盾我們都知道是劉家歸 是吧 還有那個向上流動力是很差 是吧 年輕人覺得沒有出路 甚至呢 對於那個叫做人心回歸呢 是仍然有一個距離 那時候的深層次矛盾就是這樣 是吧 好了 到這個叫做林鄭做特首的時候 那個深層次矛盾呢 就可能變了什麼反中亂港啊 但是現在的深層次矛盾是什麼呢 新鮮熱辣就是中國總理李克強簽署李家超委任長的時候說出來 就是三個國際 第一 下一任特首 你要全力提高和改善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行運中心的地位 第二 是要改善和提高香港國際創科中心的地位 第三 是要提高香港的國際競爭力 李克強所說的呢 對下一任特首的期望 這三大國際就是香港根本的深層次矛盾 是吧 你問我現在就是新鮮的 深層次矛盾是不經常不同的嘛 對不對 這個大陸也是啦 一個月之前的深層次矛盾 就是一定要全力叫動態清理 不惜任何代價 那時候那個深層次矛盾 現在的海鮮價呢 你聽到李克強出來說 現在的深層次矛盾 就是不惜代價保保經濟 要穩住經濟 要穩住經濟 所以深層次矛盾呢 是會時時換話的 要更新的 所以現在李家超面臨的深層次矛盾 直至零行通知 就是應該上個星期 這個親簽署委任狀的時候 李克強總理這麼說 所以為什麼曾鈴成說李家超 現在去解決深層次矛盾最有利呢 大哥 特首是被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制裁的 怎樣有利呢 對不對 那或者曾主席另有所指 那這些就是傳媒記者要立刻執生文 對不對 對不對 沒錯 現在傳媒現在殘缺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看這就是小孩子 空想那個公仔做頭條 對不對 在豬肉攤那裏見到個帥哥 又說像某某偶像又做頭條 對不對 日後又說假新聞呢 如果一旦流行呢 就會危害國家安全 然後呢 香港的新聞記者 那個質素 不是說特區班子的質素 都會萎縮和退化的 你看這個訪問就知道了 是不是 曾鈴成是漏了很多孔 還有很多蛛絲馬跡出來 那些記者應該撿著來馬上問 是不是 沒錯 其實記者呢 我覺得呢 他不知道曾主席的苦心 其實曾主席講這些內容的時候 其實是預了位置給你follow up 是的 預了給你委約下去的 不過呢 就不繼續去問下去 什麼叫深層次矛盾 究竟啊 現在究竟呢 就怎麼樣叫做沒有常識啊 這些呢 其實可以讓他再問 沒錯 深層次矛盾 是溫家寶提出來的時候 是沒有大灣區這件事的嘛 有了大灣區 那個深層次矛盾 就會變成另一種了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現在什麼叫深層次矛盾 你看現在中國總理 就是李克強 就不是溫家寶 他提出的那三樣東西 簽委任狀的時候就是了 是不是 是不是 那怎麼樣現在是最有利 有李家超做特首 這個時候是最有利解決這個深層次矛盾呢 是什麼呢 那你要問回陳主席 我覺得呢 李家超組班那裡 應該是出現了一些障礙 因為到現在遲遲都沒有一個 就是初步組班的名單 據聞呢 也都找人很困難 不知道什麼原因啦 那所以呢 我覺得這次曾主席都挺大公無私的 因為正正剛才所說 如果政府開這麼多位呢 照計民建聯呢 叫做第一梯隊就準備進入政府 照計他應該是拍手贊成的 特別是李慧琼那些是 準政務司司長的人選來的嘛 但是曾主席竟然呢 這番這樣的說話呢 就跟自己的黨友的利益呢 就可能有些出入 所以我覺得 曾主席真是大公無私 真是 例如說 為什麼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說 譚耀宗做政務司司長 李慧琼做副政務司司長呢 那就可以了 對不對 譚耀宗照得照得你李家超 做這個叫做競選團隊顧問 還是什麼呢 是吧 牽線人啊 是吧 就是我這樣舉例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曾主席呢 是一個非常之深水清的人啊 我覺得 這個訪問呢 是透露了 透露了 大陸說的 大陸說的 叫做信息量極大 喂 又這樣說 會不會 會不會 副司長 真是三個的副司長裡面 真是沒有一個民建聯的 即是候選人在裡面 所以令到曾主席呢 有點 不是很高興呢 所以才說這番說話呢 是吧 但是怎麼也好呢 曾主席也很份量 份量很夠的人 他一棍鬆下來 就說如果你增設副司長呢 就是沒有常識 那你都不 李家超 好不好意思 還增加副司長呢 沒有常識 就是什麼深層次的訊息 就是這麼多 對吧 今晚我們拋磚引玉 因為香港的媒體呢 對這些新聞呢 現在都很淡化 都好 正能量 好 今天這個 這個風雲谷的聲音版 差不多了 好啊 多謝陶先生 好 拜拜 如果還沒訂閱 歡迎你們訂閱我們 風雲谷的頻道 我們下一集再會 星期二 繼續有風雲谷 十點鐘 香港時間 拜拜 世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 約定風雲谷再會